哈嘞 各位請收看老鐵們 又來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開箱評測一個 德國的品牌 勞特 很特殊材質的保護殼 它這個保護殼它是標榜 Extra Slim 就是超補的裸基殼 但是它有2米的防摔 裡面有這個纖維布 就是防止刮傷的 MagSafe有支持100%的回收材質 很特殊啦 這個殼我看了很久 那我們來看看說它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那它這個勞特的包裝很輕鬆就這樣拉開 把這個產品拿出來 很簡約的包裝 看一下這個保護殼 哇 它這個保護殼我現在在摸很特別 它這個我之後後面放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它這個材質摸起來很像紙耶 又很像那個 你們有沒有那種 像買那個雞蛋的那種厚紙板 摸起來又很像纖維的那種 纖維的布料 這個好特殊喔 這個觸感很特別啊 你現在沒有一個保護殼是這種觸感的 它就是有一點粗糙 可是不會黏膩 但是又不像磨砂殼 摸起來觸感又很像針織 可是它比針織更硬一點 就有一點像那種 厚紫板的那種感覺 摸起來很舒服喔 紫滑的感覺 然後顏色的話 它就好像說 這一個白色嘛 白色裡面就有好多那個好像 毛屑還是什麼的這種 摻雜在裡面 好像一些紫的那種纖維還是什麼 然後整體的話 它都是非常的平整光滑 哇這很舒服耶 這個手感很好耶 這個都是不會刮手 都很平整喔 它的這個框我覺得很漂亮 我超喜歡勞特的這個 它的產品的框我覺得都做得很有質感 然後它這邊是有印它的Logo 可是就是很素也不會影響 就是說太突兀啊 整體這個顏色配置我覺得非常漂亮 它有這個按鍵 但是它沒有第三個按鍵 如果要扣分扣在這裡 沒有第三個按鍵 不過這兩個地方是有按鍵的 然後是挖空的 然後它是超薄殼 它這個邊超薄的 其實它這個殼也有很像那個皮革殼 皮革殼它把它做的偏硬 它這個背板有一點像那種PC 比較硬殼的背板 可是因為它的這個材質 摸起來很像那個紙盒啊 很像那個厚紙板 所以它在印中又有一個韌性啊 就是比你那種PC的再軟一點 這個質感很奇特喔 然後裡面就是它的這個絨毛 所以這個殼其實也很像皮革殼啊 就是說它是一個創新皮革殼的外型 可是它的材質不是皮革 所以它這種是很密很服貼的 開孔都非常精細 然後裡面是一塊絨毛 這塊絨毛還有這種花紋 很像葉子的這種花紋 這老特做的都很精細喔 這個品牌我真的是非常喜歡 你看它這個很細緻啊 印刷什麼 然後沒有什麼特殊的一些雜七雜八的線 我現在這樣看起來是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秤一下它的重量啊 38.5克 中規中矩啦 算輕的啦 38.5克 它這個紙的這個材質真的很特別 不過這個材質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容易卡張屋喔 這個之後我再使用一陣子再來看看 不過以下這個手感我覺得摸起來非常的好 這開孔也很大 好我們裝看看喔 安裝的部分非常好安裝 我看見它的特殊的設計了 像這種超薄的殼 裸基殼啊 它勞特這個也是像之前一樣 它的這個四個邊是會挖空的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它的邊 它的四個角這邊是比較大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金屬的地方 不過這個它是故意的 它是讓這邊你這樣比較好拆裝 所以我現在在拆裝 不然你這種超薄殼如果那麼密喔 你看它這個很密 你這個很容易會不好拆啊 我看一下 它這個拆法 我知道它怎麼拆了 它也是很緊密 但是你在拆的話 因為你這樣撥一點點 它就彈進去了 撥一點點就彈進去了 所以你直接壓住這個鏡頭 直接大拇指壓住鏡頭 直接四隻手指頭撥住上面 直接拔就可以拆開 所以雖然它很緊密 可是它的四個角有這樣子挖空 所以方便你去拆裝 所以它的殼是算好拆裝的 整體而言我覺得還是非常漂亮 很裸基喔 我現在在拿很超薄的 看一下它的這個邊 是有高於螢幕一點點 而且是很漂亮 而且它是內縮的 它的背板又有點往內縮 所以你握起來又更薄 這個按鈕我們按一下 按鈕是非常好按的 稍微有一點彈性 但是是好按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這個動作按鍵 因為它這個孔開很大 而且它超薄 這個在按也是非常好按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按鍵的作動都很好 然後它這個孔是做得非常精細喔 它的這個工藝技術真的是很不錯 背板整體而言 哇很漂亮啦 我覺得它很搭 它出很多顏色喔 我看一下 它有出很多種彩色的顏色 所以你搭配你的手機 我覺得是非常的漂亮喔 你有原色的你也可以選灰的 黑的藍的什麼都有 你要亮一點的顏色也都有 所以它在配手機的話 我覺得非常漂亮 然後它這個框這麼大 哇我覺得看起來很美觀啊 很不錯 然後你微微的可以看到 這個MagSafe的這個印 微微的 黑黑的這樣子 一點點 哇這框真漂亮 它的鏡頭貼是 你如果貼鏡頭貼 它的鏡頭框是有高於很多的 所以你貼鏡頭貼也是沒有任何問題 哇整體而言很漂亮很不錯耶 很特別啊 它除了這個上方四個角挖空以外 它按鍵的地方這邊也有挖一個空 還有就是另外一側的按鍵這邊挖空 這個是方便你去按壓啦 我覺得它是留一個空隙讓你去按壓 整體這個邊什麼我覺得都是非常的漂亮 來測一下它的MagSafe喔 MagSafe是可以的 看一下它的磁力 磁力是非常強的 哇這個磁力大概1.75到快兩倍喔 也許它是因為裸機殼啊 所以它的磁力非常強 我再看一下如果用普通的這個來吸好了 哇非常的強喔 非常強 你用普通的磁吸都非常強 這個它的吸力我覺得快要兩倍了 哇這吸的超緊的 哇那它這個殼我就非常推薦耶 好那我最後做一個總結 這個殼如果你很喜歡裸機殼 我們之前不是都會找一種硬殼扣上去的嗎 你如果找不到 又或者你喜歡皮革殼 那你找不到那種好的皮革 我建議這一個是可以入手耶 這一個我覺得比皮革更舒服啊 它這一個手感 也有一點像皮革 可是它比它更細 然後它有一點那種纖維的那種感覺 又很像厚紙板 然後超級薄的 我看一下它這個是不是跟李生一樣 這個那麼薄耶 我看一下它跟它的這個厚度 哇兩個厚度是差不多的耶 就是超裸機的啦 超裸機的這個手感 而且它的這個邊方方正正的 我覺得超級漂亮的 也可以站在桌子上喔 哇各項都很精密精緻 這個開孔什麼細節都很漂亮 那這個殼我就非常推薦耶 如果你一直在尋找一個裸機 然後手感不要太粗糙又細緻的保護殼 又類似很像皮革殼 而且外型整體都是很漂亮的 精簡啊 我喜歡這種素素的 可是它就是很漂亮 然後它的顏色又很多 可以去搭配你的手機 那這個保護殼 它購買的連結我就放在下面喔 而且它很便宜啊 它990塊而已耶 這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做那麼好才990塊 那它唯一的如果要挑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沒有第三個按鍵 可是它這個裸機殼 它這個超薄的 它開孔那麼大 即使你不用指尖 你用大拇指去按 都是非常的好按 所以這個我就不扣分了喔 它做的都是 我覺得它都有在設計的地方 應該是有做了一些考量 當然它如果有做第三個按鍵 會更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不會太大影響喔 它這個孔開超大的 這個再按是非常好按的 所以最後我還是非常推薦這保護殼喔 真的很酷啊 因為你要買這種保護殼 你就是要買酷的啊 可是你買這種酷的 它又那麼便宜 這可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我建議這個要收藏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會對你們有幫助 希望會對你們有幫助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們 幫忙 別人 讓開孔 你回家 你回來 是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